孩子还这么小 那么家长要送他到学校上课 怎么样他就是不肯 家长百思不得其解 问了学校老师 学校老师也说不知道 后来从这装设的监视器画面才知道 原来他的小孩在学校遭到霸凌了 这么小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围起来殴打 家长看了非常生气跟心疼 没想到老师一句不知道 就要让事情从此有大话想 从幼稚园教室里的监视器 看到穿着橘色衣服的男童 在原地转圈圈 旁边也有同学学起他的动作 往男童脸上指过来 其他孩子也是有样学样 男童突然坐在地上 就让大家围着朝他头指 家长看到这样的画面相当惊讶 认为孩子被霸凌了 小朋友就是开始不小心推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正常小朋友自当防卫的心理下 就是开始产生了一些推挤的动作 小朋友全部都围挤过来 围圈圈在玩的感觉 原方拿出比家长截录更早的画面 说是小男童先推挤其他小朋友 才会被孩子们围起来 但家长质疑当下老师 为什么不去了解孩子被围起来的原因 原方解释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 手被柜子夹到需要安抚才不清楚 指着孩子回家吵得不去上课 更让家长觉得原方没有尽到责任 并没有变成说网路上面所说的是暴力 倾向霸凌的现象 学校都有一些行为的规范 教室的规范 不会像在家里这么自由自在 因为开学不到一个月 加上中秋连假 孩子自然不习惯幼稚园生活 才会吵着不去上课 只是教室里孩子数量不算少 老师只能安抚一个孩子 就顾不到其他学童 加上老师一问三不知 也难怪家长会质疑幼稚园的不用心 记者张俊荣嘉宇报道